嗨 大家好 今天我会分享两样东西 一个就是关于分析那新闻 怎样看它里面有没有潜在的机会 另外一个就是youtube的subscribers ok 这里我再次自我介绍 我叫maczong 我的maczong是这样写的 ok 而不是maczong 就是mac 就是好像那个苹果的那个mac 可以省略掉 但是还有放下去 ok 那么今天 在以往的时间 我会跟你讲那些怎样分析 个股看图这些方面是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分析新闻方面 我们也是需要这些来普助的 就像从基本分析那边看一下 还有技术分析那边入手 那么我们才可以看到整个大图是怎样的 ok 在这里我会拿一个例子 那个最好的例子就是pmac的 ok 这个是最满新的行为 我等一下你看 现在是6月16号 再不幸的话 我们可以看这个 ok 没有记错 应该是 你没看到这里是 11点05分 晚上了 现在是6月16号 在这个时间是做的 ok so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就看得到我们 呃我是 当场这样跟你讲啊 这个是最新的 你看 16月训 ok 在这边你看一下 这个财经 这个是来自那个东方的 ok 东方新闻的财经部那边 然后他起立那边还有跟两个 然后还有这里还有讲 ok 啊 新产能提振中短 期前景 期立业绩要更上 城楼 等下我们来看这个 我们先看最新的 东方这个是讲这个是pmac的来的 ok pmac的最大的 念 女厂商 这个应该是 叫 呃 女字 ok 如果不太清楚 比如说 我很久没有 用啊 没有用华语来读 读字 啊 对女字 ok 至于女是什么呢 我们如果真的是不知道啊 最好的方法就是问Google大神 ok 女字 ok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就是 aluminum ok 这个就是aluminum 然后我们也是可以看一下 ok 比如说我们真的不是不知道 是什么 ok 这些东西 ok 然后在这边里面看下 我主板放眼在今年取的 60亿零级的营收 60亿就是66 billion 就是 6B ok 60亿 这个是revenue 这个是营收 是revenue ok 并透过广大中油生产部门 提高产品赚付 ok 这里还有讲了哦 然后企业工业首席自行于Nartok 啊 光 宝 墙在今年股东大会后 相媒体支持的公司在沙州 沙马拉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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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长项目即将完成 也就是他们有一个工 新工厂要完成的 产能提高是每年76万公顿 OK 这个是蛋了 OK 加上女价进入上升趋势 什么是上升趋势 我们来看一下是什么东西来的 OK 我没有记错它是L 啊 我们可以去找这个叫做 Investing.com 好像是LME啊 OK 没有记错的话 我们等一下先看这边看下去LME啊 看有没有先 嗯 不懂是不是这个呢 或者是Aluminum啊 算了 好我们先 哎 好像看到了 Aluminum 有一个是 这个应该是Community 哦 这里 南东 什么 是这个了 是上升趋势啊 我们站这里哦 哦 放去这个哦 这还看不到什么哦 我们看月图来讲的话哦 最简单的是画个technical chart就比较好了 OK 他所说的LM啊 他所说的是是真的叻 现在我们就来看下这个放趋势 哇这个就叫上升趋势了 真的很好笑一笑哦 香港的 香港的 sambia 看这个sambia 是什么 那边就 有 当中中 中油产品 乌转 不什么专用 产 或者 这 比 我 将是公司盈利的成长 共动力 这两个 所以什么呢 我们也是可以去google 看见什么 这产品千 具高 需求和高 制造 门槛 竞争不如下游领域的积压 女制品 确认提供speed上游 产品更高的赚富 针对近期女价走势 ok 他这个就是他的那个 公司的那个 app 这个首席之声音 就是managing director ok 充电数价格看来以处理法 但呢 是什么 接下来 女价继续走高 距离较大 至少人在当前水平上稳 复合全球真实 供需状况 过去几年中国多次降低出口税 鼓励 呃 国类出口女制品 但并包括圆 女等上游 因此 料部会进一步拖累女价 ok 他已经讲了咯 不包括上游吗 他们是负责在上游 这里是第一个 中游 ok 这里是想下游而已 ok 上游 然后我们去看一下这边有讲咯 ok 其后反弹 那这里LME 是啊 LME 我要看一下先 LME 有没有这个东西 commitity那边 没有 这样我们放去这里 London Meta Exchange 先看是 ok 哦这个是London 啊对 London Meta Exchange London Meta Exchange Alo Minim ok 就看一下这个Aloi还有什么 看一下有没有线 以这里来看的确是 看Price chart 这里确实在上升轨道了 没有错了 这边这个好像是 木人做那个什么的 Price chart 在这里我们是看他 线图没有看到波动那边 看不到波动 然后在这边我们就看Price chart 这边也是底部反弹了 OK 另外一个Alo Minim 那边我们再看他Price chart 也是同样的趋势 那么他们所讲的的确是有东西的 反相比去年最低啊 去年最低是14多啊 看不到因为这个没有这样久 ok 因为公司在于沙州政府签训定价供电合约 这里已经是fixed price 就是他已经定制了 然后油价反弹 ok 反而是好事 因为这提高了竞争对手 所成本性的刺激女价 这里我们已经看得到 他是有做好他的那个不虚了 而不是我们所看的这个单单这样的哦 这样我们就看不到这个东西了 ok 这个当初我看的这个是很很短面的 ok 以现在来看的话 的确是像是机会比较多 美元走势同样会走于我们的营业 因为我们大部分产品都是以美元销售 走进广如此 公司有部分对冲荷业保护 这个也是很正常的 加上如果美元走弱 来源上面价格往往会相对提高 形成温充 这个就是hanging automatic的 ok 另外三马拉筑工业港口 我预计在明年首季完成就是明年2017 1月3月 将大幅减低限有物流开销 选择提高盈利效率 一名小股东箱 ok 这场 历十月两小时的雏龙套 也在一篇 啊 赞扬神中落 不错 对股系科提克有看法 基本上相当满意管理层 靠过去的一年的表现 ok 这里还有跟印尼他们还有这个 ok 进军 当地 念女业 ok 这个超级一般有意见 认为印尼政府在国内原产品 正式上 潮临四改存有不小风险 这里就要小心啊 这个就是它的风险 在这边我们看了这个之后 我们就看回上一个 ok 上一个消息方面 上一个消息那边哦 我们可以看一下的 新产能提振中短期前景啊 ok 复合表现复合市场预测 那新产能提振中短期前景啊 那新产能提振中短期前景啊 新产能提振中短期前景啊 ok 复合表现复合市场预测 我们就知道不是今年了 ok 他们想 呃 一旦新产能提振中短期前景 全面投产 全面投产 这里我们就要注意这个词了 ok 刚才我们看到最新的那个新闻那边 这个你看下是 啊 5月4号的 那边他就讲就是明年嘛 明年的时候才全面投产 所以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得到他的那个东西哦 这个目标价你不要太过相信 这个目标价是分分钟是明年的事了啊 ok 所以我们看 呃 这里还有讲什么 这个不用看的 ok 首季 财政年就是3月31号 现在就要告第二季 敬意大增1.19倍 ok 营业额却上升22.17 ok 12亿 first quarter 12亿来讲的话 normalized的话就是乘4的话才48 大概是50亿 60亿 应该是有可能达到的确是像他们这样讲的 因为这里他只要保持或者上扬的话 的确你看到这边可以看到这三个都是在上涨着的 ok 我们在这边看到是非常明显的这个东西 然后此外配合业绩公布 改空宣布派发每股三线第一期 第一次中期股息 出前期股 啊 副息股的七分别落在五月十六十三十一号 这应该是已经够了 ok 这个我们 他已经有哪个保险了 发生火灾之后的 去年11月位于 第三阶段 产防开始运作 ok 上升 所以这个没有可能是全面的 这里我们就 啊 要小心了 ok 基本上这里两个小区 我们在看了这个之后 哦 我们站最快的呢 就是 第一个就是打P Metal在这里 看一下他的走势 就是 蛮强劲一下的 然后真的是过山车 你看一下 这里这样下跌 在这里下跌的时候 没有记错 应该是发生那个 他的产房被火烧 然后就低低 低过他 我们看他是不是 哇 基本上是历史新高了 哦 ok 别忘记 这里已经是有拆散过的 那 bonus issue 一对一 也就是说 现在是六块多了价钱哦 我们看一下哦 这里的死 那些死 都蛮多一下 ok 所以要突破新高的话哦 基本上是三四三了 再再拿掉哈 第一个是这边 这里是阻力 331第一个阻力 第二个阻力是349 支撑点是3.12 就是support了 最严重的就是这个2.84一跌破 2.84基本上是可以收工了 也就是说 他的整个形式会 局势会转掉哈 2.84这个拿过去一点 好方便我这是3.12 好方便我 讲解了 ok3.49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是上升趋势 ok 然后再看那个量方面哦 你可以看一下这里是布林线一开始打开是亮针 然后下面就下跌 这里基本上是可以算是洗盆啊 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些东西是你看一下 为什么我讲会洗盆 你看在这边哦 现在下跌是没有什么量的 上升是那个量针吗 加针 量针 ok 然后加跌 量跌海水正常的 然后这里你可以看一下出了这边就有一个我们看得到 如果是往后看的话这里看到 这里就是我们所称为的那个所谓的假突破 也就是突破这边 或许是洗你也不知道因为你看到是无量下跌的 ok 然后在这边你看他继续上扬 这边没有记错应该是出 即爆的时候 所以还下跌 一出了即爆还在于上涨 ok 也就是说你看一下这里 这个的确是有跟着基本面跑的 看到他那个啊 符合他的预期 所以那边他也是有走啊 所以算整体一个按的话 要到3块9什么刚才那个 他有他有条件哦 这个真的是要看他的跟着这些 啊他的london metal exchange 在那个椅子那边啊 的那个啊 餐厅哦 这里 看下来写了 aluminum london aluminum mini 这里又不是 随便选一个 这个太短了 这个太短了 奇怪 先看一下先拿technic analysis 再从头打过 先看第一个senna 应该是这个啊 应该是这个 应该应该啊 看月图方面 哇真的是没有什么好看哦 也不是这个 由于这个 他的那个code全部是改掉 我也不知道是哪一个 所以我是很困扰一下的 看店不是这个 这个是百多块 也不是这个 ok 也就是说这里没有哈 没有记载这个那个 那个这个london metal exchange 的这个情报了 没有办法咯 然后 然后 看下其他的有没有 先 这样路由的 算了 哈哈 还是看下这个啊 这个比较准确一点 ok 至少我们大概是知道这边 然后再看这边 这里就是技术分析的路 他就讲是不错了 你看到这边从二月到现在哦 你看下六月份大跌还大跌 跌不多 所以讲是蛮强势一下这种股 好 ok 所以短期到中期的确是有它的操作价位 长期方面就要实时跟踪 比如说突然间来个啊 火灾的话 基本上这间公司也是会应相对的一个大跌 所以在这边我们也可以看一下我 我可以看得到这个是中短期还可以了 不是卖出的信号了 然后这里形成的我们可以看一下我这个我们可以讲是 呃 骑行啦 ok 是一个叫做flat啊 ok 当它突破这条线有带量突破上去的话 那么就也是可以进场了 这是以技术分析来一样看的话 这里也是看也是蛮多 只是有这里 这个flat ok 这个骑行 看一下这里 ok 这里突破吗 上然后也下 这里就很多人 那一套也也说不定了 这边是三角旗啊 但是还是向下突破啊 所以不一定是对的 你看一下向下突破 然后又这边 从这边我们还要看回的就是20天的平均交易线 然后再看一下其他东西我就放 50 100 200 基本上它是在你看 你看不到我在这边它是在50天就反弹 还算好没有跌破50天 20天跟50天就是中短期 我们用中短期来操作 看它的它的那个平均移动线 ok 然后再看了这个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就是 啊 stochastic方面 stochastic那边已经是 开始转落 所以这边哦 转落的话也就是说它的趋势 它会向下跌了 那就是你这样讲了 每个地方面哦 没有什么也是看到啊 这里是开始向下 啊 是向下 看下啊 这边哦 它是低低过0的话 基本上也 不好想进了 突破0上去的时候 才是进场实际的 就是这条0啊 你看下这个叫 这个MagD Histogram 这里上升的时候 这里还是还可以 那我们也是要研究很多东西的 不然单单一个 然后这里是 你看下 这里哦下面这个 MagD呢 就蓝色 从由下面 切上面的时候是 也就是在这里哦 这里就是进场实际 不过这个是 啊 可以讲是事后口名了 我们要看这个时候 当然就是看那个live chart了 live chart旁边哦 ok 等于说我们可以来这边 type p method进去 ok p method这边 我们可以看live chart了 他有两个 这个我是用着Maybank的 ok Maybank这边你可以看 在这边是这样的 然后他可以选择 我就可以放是 volume方面 volume是少的 过一定时间他就会 叫我什么 ok 然后趁stochastic方面哦 stochastic你看是 垂高的这个是用14天的 我刚才那个是用5天的 所以比较敏感一点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他的 这个就是 啊 macd啊 moving average conversion and diversion 就是mscd看到吗 ok 在这边我们也是可以看到 这是live chart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他的 羽动的 在这边是没有放记错 应该是放daily 是daily 看了daily chart ok 除了这样看的话 是我们还有看的 就是interactive chart咯 这interactive chart就是 他的live chart会随时的 所以那边他是external party的 在这边等下那边 ok 他是用jowa的 这是每一边的band 每个都有了 ok 在这边哦 我要zoom in的话 我就选择这边 这样再zoom in 你看这样还是 现在上升回到 那indicator 我就可以再次选咯 这里是蛮多一下的 所以那边 macd我放了 然后哎哟 看的是 mon average close三四天了 这里可以改的 看到吗 这边 mon average应该是用close的 ok 不用管他 反正原本的是用close的 这是17天的 我放去20天了 那么就看到还是和 这个图一样咯 你看这样20天了 我就是说拿掉这个50天了 你看一下 就是一样的咯 ok就是这样了 这个个别的 然后你看下这边咯 有两个 有便宜吗 这里 哎有便宜我1块1 加2块08 也就是3 我可以跟你讲 你可以尽量去转换 因为巴选不是很多 所以你要转换多一点量呢 然后是1对1 也就是说你要付1块1哦 你就是这边咯 2块08你卖大量 然后转换进去 在上面丢也是可以了 这个啊 很多人都不愿意做的 因为看到好像很低哦 如果他是在上升趋势的话 然后我们可以这样操作 这是另外一个转换的方法 ok 然后我们来看看 还有没有啊最新的 我还没有看咯 还没有检查这个 也就是说 cabin announcement那边咯 等下先啊 这个我要换掉哈 炒一下这个 ok 那我们有什么东西特别的 然后这边我就放 press matter additional listing 你看一下这里啊 这里也就是说 有蛮多人去转换一下 也是有人发觉到 这个东西 他们已经在转换了 看到吗 number share issue 也就是56log ok conversion 就是增加这么多 这里 ok 这个也没有记错 应该是母股来的 latest issue and payoff share capital after the above cabin 对是母股 就是母股有这么多 你看下最近是蛮多人做一下的哦 你看下这里两个星期 哇 你看连续几多人做 比如说一直都有人去转换成母股啊 ok 你看下这里是 六百log 六百log 不一定是一个人是 分数是很多人 这里是两千 哇这个就比较多了 ok 然后再看一下二十三号 你看下咯 这一千多log 哇千多log那些人都蛮有 随意一下哦 一零二 三个零 乘一块一 给六位数 蛮有随意一下哦 那边 这个不会是一个人啊 跟你讲啊 他可能比如说 同一天有很多个人啊 所以他们就放这个在一起 浪上起来的 不一定是一个人 分分钟四个五个十个人 也是有可能的 ok 从这里看一下也是有人啊 在这边赚钱了 ok 也就是说买了 买进这个然后 然后一进库口的时候 立刻叫他等着 那这个你要有nomi account比较方便的 如果不是nomi account来转换就比较麻烦了 这是可以看得到还是 不错啦 有机会的上升趋势 发生着 不过这里是下跌 他下跌的时候反弹哦 我们通常我会鼓励那些人 不要这样快买进 然后他下跌的时候是 他开始反弹的时候是 在那个价位我们才买进他的儿子 然后就比较安全反弹的时候买进会比较安全 有时候等这边哦 如果还是向上突破了啊 是有带量的话 那么我就我们就可以考虑买进儿子 然后转换 将会比较安全 或者是跌到这里20天平均 移动平均就是20天的ma那边 ok 然后反弹上去的时候是 我们才买进 这个就是另外一个策略啦 这里是平单的那个投资的策略 这是公司平单才可以这样做的哦 这个月啊 因为公司平单的趋势可以转换了 也就是说这边我们可以看一下哦 不是很多票仪的 哇 这里也是有便宜票给人拿哦 也就是说拿一个傻瓜这么好 而且很少票仪的不是很多 ok 在这边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机会的 在这边我就直接lock out先了 没有东西好讲了哦 ok 所以这里我们新闻那边我们除了看这边的时候 就是要看比较整大之上啊 不要看一点点我们就唯一是 啊 卖错只是卖进了 我们要看分析综合很多东西来考虑的 ok 在这边我们看了到短期是有机会 机会是有 不过还是上升的 我跟你讲他上升了一段时间哦 ok 上升了84% 大概是85% ok 整体来讲 ok上了85%来看的话 也是回到他新高 也是从 那个最低的时候哦 这里拿掉哈 ok 这里最低的时候 最低一点哦 这边哦 上到这边上回这边哦 他也是可以上回去哦 百多巴仙哦 蛮不错一下嘛 也就是说这边下跌 是因为火灾的关系 厂被烧掉 然后还没有啊 拿到保险啊 再上去 哇 可以做两次破断一下 不错哦 ok 这里跌破了他的那个20天的 鱼龙平均线 然后可以砍掉哈 在这边也是没有什么看到 是什么卖进信号 然后看到勉强来讲的话 看一下这边有什么 好像是没有什么信号在这边哦 你看都是无量的哦 上涨了之后 基本上的唯一可以看的量就是这一天也有 ok 这边买到的那些人真的是很神一跳 也就是说不要期望买到最低一点了 有肉吃就好 在这边买进了 然后看起来的儿子啊 也就是说那些人低价卖进的哦 哇 基本上算个小啊 那边第一家卖进的就是这边了 哇 真的是赚到小哦 这是平均线的魔力你看看啊 重低一点哦 大概是起锚 200多巴仙 ok 就是杠杠的提高那个什么盈利啊 除了这个我们还有看一样东西就是哦 哦 press matter 我们要看它那个distinct information and profile哦 这是看它的那个啊 评答案的profile for rune stock 奇怪 应该是它是独立的 应该是独立 ok 不对哦 是独立 没有啊 看到吗 独立下来的 哇 蛮久了哦 先看回这个哦 这里是 没有讲什么 2019 40是2019 这个 嗯 对 蛮久了哦 listing debt 看下listing debt 是 哇真的是蛮久了哦 有五年了 八年的啊 平坦也超多到了 你看revised掉它的那个转换价 变成一块一 嗯 ok 几时到期的话就是这时间了 现在2016 哇还有大概三年多了 ok 这边可以慢慢转换啊 摊日小钱也不错了 2%那一张的话基本上是蛮多bit一下的 ok 在这边 嗯 我就讲到到此为止这分析新闻方面 啊 你可以看一下我从 讲从新闻那边看有没有机会 然后再看一下它的个国走势 然后研究 基本分析 哎不是奇数 奇数分析 基本分析那边我们是大概同那边可以大概啊 新闻那边大概大概知道是怎样的 那边新闻那边多数是同基本分析 也放数据那边看看有没有机会啊 看到这边是有一个机会一点 机会在那边 还另外一点的就是啊 最后 这一个哦 看了分析了 这个就是我接下来要讲的是啊 我也 蛮庆幸的一下就是到目前为止 我已经有103个subscriber了 ok 103个 你看到这边哦 这是103个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当然是喜欢下一次在未来的那个三个月的时间 可以达到1000个subscriber 也就是这里 呃 如果你喜欢这个的话 喜欢这种像的分析啊 分享的video ok 你就可以介绍你的朋友来subscribe我这个video 然后当然之前的也是可以慢慢看啊 就当我啊 放心的video的时候就可以去看哦 你看在这边 最后一次我都哇 有整15天了 真的是不好意思 最近蛮忙一下 看蛮多人看一下 这一天 那时候我也满身一气一下 一讲的那个 也是刚刚好去看的时候 哎 机会来的我 再来看的哎不错吗 那边 从这边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机会的确是给有准备的呢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也顺便看下大势的走向哦 哇 很不理想 这里有一个样的东西我没有去做就是哦 当这个股价跌破哦 跌破这20天的平均交易线啊 平均移动线的话就是 就是20天的moving average的时候是 这一天呢 基本上我们可以啊 买进那个叫做put warrant啊 在这边看一下 这一天基本上也是可以大幅度的卖出 也是玩contra也是可以赚钱的 ok 你看下基本上我一跌破的时候都很难再上升了 你看下这边我们看哦 还跌破都至少几天下跌 然后才慢慢上升 还跌破的时候又下跌 所以这个 这个Bolingia Bank是蛮不错的 给大家大概给我们知道哦 其实要买进那些put warrant啊 当然也是要经过计算啊 ok 这里我们是知道这个为什么下跌是因为那个啊 英国要退出那个澳洲的联盟 ok也就是bre 啊 british acid ok 这所导致的东西 ok 那我就今天就分享到此为止了 真的是 啊 非常庆幸的蛮多人啊 支持我 然后有subscribe我的youtube ok 重复了一次 就是说 这里 你看到这个mattrom的 就是你看到的时候 你看到视频的时候 比如说按针针你看的时候 ok ok 这个我可以收管的 因为这是什么来的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哦 他我这里是看不到了 因为有一个subscribe button 比如说我发现 啊 选其他人好了 你看到这个subscribe吗 看到这个subscribe吗 你按下去 当然你看我video的时候 按下去不要看其他的video 按下去的时候你就有看到那个 啊 我就可以subscribe我的video 就是当我有更新的时候 然后他就会寄email给你 ok 然后你subscribe 变成subscribe的时候 我会收到通知 我大概知道是谁了 ok 然后我就没有 只是大概走 哦 又多了一个subscribe 只是这样这样这样简单一 然后啊 希望这个 啊 video可以帮助到 你了解到更多 这样去分析衡量这东西啊 当你要做到这些东西 你要做到最好 最好是打好根基才去做了 没有根基不好的话 你新闻是从新闻那边 你看不到机会的 ok 从这边新闻我们可以看到机会是有 不是没有 也是看你要不要去做相关的工作 或者是做一些功课 好像转换平单 啊 啊 conversion warren不是这么简单的 ok 最简单的就是 啊 我们要在对的价位卖进了 然后再转换 然后我们就赚的比较多一点 因为母股在上涨的时候 你卖进的话 那么你就有更大更多机会吗 那这个可以看得到他的公司 基本上哦 他是蛮鼓励股东转换的 有一种折扣了 ok 就是他上升也是给你 如果你不要啊 就是讲你满足于赚那个几个幅度 也就是说看下哦 比如说 他的现在这个价位是2.08 2.08哦 加1.1 转换价 ok 因为是一对一 所以在这边然后看他母股 不是这个 看他母股方面哦 他母股方面比如说他上涨到3.25 ok 就是说你只赚0.7分而已 ok 如果是100股的话就不大值得 才7块钱了 最好就是0.07分哦 ok 100股就是1LOG真的不值得 你换10LOG的话就是1000股哦 才70块 你才赚那个几十块而已 就是说扣掉那个脚啊什么 啊 才大概50块左右了 所以我这边哦你看下0.07分哦 很 比较多一点就是 啊 100LOG 100LOG就是整理1万个unit 这样就700块就看得到了 ok 如果是100LOG来讲的话哦 我们就需要用到2.08来买进的话哦 ok 在这里就是用2万多赚700多哦 ok 700出 2.08 这个是整数来算了 ok 大概是3%啊 大概是3%啊 刚刚知道这里是 啊 大钱赚小钱的分别了 如果你的资金没有这样雄厚的话 没有上刚才那个万的话 就是买不到100LOG的话 啊 你就不好去这样做 因为到后来你还要需要另外一个 啊 就是因为还是1块1嘛 1块1哦 你还要乘 啊 100LOG 也就是说你还需要1万1000的这个资金哦 加大概是15块左右了 ok 你还准备这个钱啊 这个是nome account 所以帮你处理掉啊 你就不用这样打翻了 ok 所以那边你看大概是3%这样而已的 ok 没有700块大概是600多块 这样也是ok一下的 我也只是不需要做什么东西 也只是买了 然后 拿到母股了 然后丢下去 当然最好是还是反弹上去 反弹上去 反弹上去的时候 你就可以赚到比较多了 在这边分分钟会算钱多块 或者是几千块这样的 所以这边也是看你进场的价位 在哪一个阶段 如果你好像比如说你在这个阶段进场哦 ok 他下跌的时候你这次进场买了 买进了儿子的话是 下跌的时候你在这边卖 你就会亏钱了 你要到这边的时候才买进 比如说你在反弹的时候是在这一点哦 这里有没有看到一个机会就是我 我先插掉这个啊 这边插掉 ok 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个信号的 你看到这里哦 我们叫这个两个哦 我先再插掉几个先 再zoom in多一点 不然的话你看不到 你先看这里哦 ok 这两个哦 这两个蜡烛哦 我们称之为哦 你看这两个都是银竹嘛 ok 银竹哦 这里叫做那个叫做我们这里 在下跌趋势是发生的这个 我们叫做 bush 哈拉米 运 牛市孕妇 ok 然后再加一个确定哦 ok 这剩也是马后跑了 哈哈哈 ok 在这边你看下这边 如果这边我们有跟着他的业绩的话 基本上是 可以看到这里哦 你看下 量也是有来了 你看下这边哦 也就是说 我先放这个会比较好 放这个的话 你看到这边哦 这你看下的量哦 甚至增长的是 这里的量 这个量哦 这一天的量是多过前一天很多是 这个叫做量增 价值 ok 然后明天继续涨 也就是说这边我们看到他的那机会是有 不过这里是在危险地区域啊 这个就是如果你看那个营养猪的话 你不要干死的话哦 你就可以考虑拨反弹 在这阶段你捞进去他的平单哦 也就是说是在 这一天啊 ok 这一天是5月31号哦 的确是蛮多马后跑一下 哈哈 不过 马后跑就好了 再找回去 ok在这边 就是在这个价位啊 一块八毛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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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进 ok 这次一块 比如说哪买到最高啊 一马在八毛七哦 然后 然后转换到来的话 大概是这天啊 这天啊 对了这一天 最低价是322啊 ok 也就是说加一块一哦 这是转换价 ok 两块九毛七哦 然后再开个另外一个计算机 可以 在这一天啊 因为你转换大概是要整十天的交易了 你才可以拿到那个儿子 然后你才可以丢啊 丢母股那边 两张是3块2 2毛2 剪掉2.97哦 ok 看下嘛 这边就是比较多一点了 就是乘 100了 的话 你就赚到2500了 刚才的价位是 这个啊 你剪掉1块1毛 ok 除 换一个挂股啦 1.87 乘 100LOG ok 这边我就 13%咯 可以看得到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分别了 当然你要丢儿子会比较好一点的 儿子方面哦 儿子方面哦 就看一下哦 儿子方面就是在这边的话 你在这边丢的话就是 最低了202 用202来算好了 2.02 减掉这个拿它的价差 ok 然后除以这个1.87哦 这个就是算它的赚负了 丢母股比较好 他丢母股比较赚比较多 这里很明显是鼓励你 啊 丢在母股房的 哈哈哈 可以看到在这边是母股 还蛮鼓励你转换 在母股镇里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刚才那个一个是13 一个是8 所以说你在这边的话卖进 然后在这边卖出的话是 我还是还是母股划算一点 哈哈 早上去母股 这里是和他医院是这样的 不过后 有没有发觉到不知道 我由于这个原因的话是 我这个video是没有公布啊 我之类放相关在相关地方 如果你是subscriber的话 你肯定会知道这个东西啊 然后你再做相关的工作 都不是工作是功课 ok 那就可以大概了解到怎样了 是不是真的 我和我所想所讲的一样 和所分享的一样呢 就看你的个人 这里不是教你买卖的建议 是教你怎样去啊 计算这个东西 然后分析这新闻 怎样去咨询找些机会 我也是从啊 我也是因为这些新闻 才找到myg 啊计算计算下 是蛮不错的 至少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东西 是可以给他有持续性的那个盈利呢 ok 在这边我就到谁者不能跟讲这么多啊 ok 然后下一集有机会的话 我们再一次想见了 谢谢拜拜